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頭銀思見 我是C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榮青先生,蕭老闆 蕭老闆你好 上星期,我們找了Jason和Ivan,去討論大家討論股票 今個星期,大家很期待我們再次出場 8月15日,星期五收市到25,700 這兩三日港股就要好一點 不過,全個月埋單計算都差 港股應該今個月,八月份到現在,都差跌了7% 希望觀眾有參考股壇事件的意見 之前可以保守一點,可以避開一點 但這段時間,各位觀眾也很想聽施先生說一下 形勢好像變化了很多 倒數不是很多,但是醞釀有變 我覺得香港近期所出現的種種事故 其實是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因為最近,我也遇到很多商界朋友比較擔憂 他們覺得,會不會社會越來越亂 正常運作,無以為計 我自己覺得,機場一役之後 其實反對派多多少少受到一定的挫折 因為機場本來是香港社會的命脈 社會不可能讓他長時間,癱瘓不能動 政府亦相對容易取得禁制令 取得禁制令之後 警方又出師有名 相對可以採取比較硬正的態度去處理 反對派亦知道,這樣硬狠會帶來相對嚴重的後果 所以,機場基本上停了兩天後,都會再開 我自己看到,政府的部署是甚麼 他的做法就是 你怎樣搞都好 我在政治立場上,不讓步 立場是不會改變 我不會因為你搞而退讓 你的訴求,我就是不讓你 不讓你 又輪到反對派,究竟可以做甚麼 去令政府讓步 其實很多事情都試了 遍地開花,又試過罷工 又試過搞地鐵又搞過機場又搞過 去到某些地方再搞 真的不通搞武裝革命 變成要搞武裝革命 香港未有這樣的條件 香港可能未有這樣的條件 但如果你說 整天搞來講去沒有結果 如果你的動力和資源就會受影響 政府如果和平示威,他就讓你搞 如果到後期,你又戰了街道不走 他就清場 你和他衝擊的 他又用一定的武力對付你 以及拘捕了不少人 積極分子 相對勇武的那批,就會減少了 所以我認為 他沒有可能長期搞遍地開花 變成你對整個社會的衝擊 去到某一位就見頂 你覺得未必會再惡化下去嗎 我自己看,惡化的機會會少些 政府一方面不讓步 另一方面 你一,被他拿到痛腳,他就制約你 變成拖累了 最初出來反戰中的人很多 反戰中的人之中 有一部分 他覺得目標達到 他不再搞下去 有一部分 政治上的訴求 比較強烈 要繼續追求五項訴求 五項訴求不讓步 其中也有一部分 人不可能長期放下正常生活 人數會逐步減少 減少之後 政府其實 我自己看 搞這麼久 都掌握了一定的情況 我見外面 有些報導說 示威遊行機情況下 警方會派黑衣人 捉人、打人 我說捉人、打人 不是他主要做的 主要做的 他派了人下來 你不知道 有多少個 他了解了你的背景 那些人做情報搜集 其實他不需要捉人 現在有些 面部適應系統 那些人戴著口罩 但被電視照拍 他是想電視 眼睛都暴露出來 現在很容易看到你 所以 已經被人大量掌握了 哪些在裏面搞 哪些是教授 哪些是積極分子 做完之後 慢慢就會拉你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反對派動員能力 很強 利用互聯網 一次過匯聚了很多力量 但他們沒有領導能力 沒有組織能力 沒有策略部署 不應該引游 年輕人 暴露在這麼多 被人 以秋後算帳 依法起訴的機會 你做這麼多事情 將來 逐個逐個 會追究 所以 某些時候 這些 沒有組織 以 奪取話語權為目標 但是沒有足夠部署 沒有足夠實力 最終都是 被人清理的 清理了之後 政權的擁有者 就會有條件 更加建立起 他的威權 他會令到下一批人 要做這些事的時候 就會 知道要付出代價 這個 是不是 現在要 努力爭取的目標 搞完一輪 目標不達到 但是很多事 將會被收緊 我自己看 譬如 你現在傳媒 這樣搞 將來 中國政府在 傳媒方面的 自由度 會不會收緊 你 組黨的空間 會不會收緊 我自己擔心 搞了 一場這樣的事之後 目標 未必達得到 但是 香港 整體 原本在享受 中的自由 只會收得更加緊 可能反對派的想法就是 你收緊一點 收緊一點 壓力越大 爆炸力越大 將來就可以 例一次更加強 但是 普通香港人的生活 就 很多自由度就會減少 所以我自己覺得 應該 有 組織有部署下 你才可以搞這些大型的活動 否則 參與者要付出代價 其他人 亦都沒有得益 政府的立場 應該繼續 比較強硬 我相信 強硬 雖然 在我的文章 鼓勵大家 理性對話 各自退讓 但寫完之後 兩邊都差我 跟觀眾說 師先生 有幾點的意見 我都可以跟觀眾說一說 我自己覺得 政府在撤回 壽終政診方面 不值得堅持 字眼上 雖然 反正 實體上 已經放棄 正式撤回 逃犯條例的修訂案 等反對派取回 釋出善意 釋出善意 表示 願意讓步 其實沒有讓步 早就讓步 至於 暴動的定性 你可以說 遊行示威 和平理性下 全部都不是暴動 多數人都是沒有暴動 但是 亦都不排除 個別 激進分子 有些行為過了火 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下 不可以 完全不理 政府給予機會 陪他 願意自首 譬如 在三個月內出來自首 只要不是策劃者 不起訴 至於策劃者 肯自首 都可以簡形 給予一段 特殊 特事特辦 不算特社 但 亦都有一條出路 與此同時 對 說他們有難用暴力的警方人員 或者是 大示威者 白山人士 一樣 法律追究 但一樣融入 在 有個自首期 一視同仁 這種方式 大多數人 都不會有事 另一方面 我自己覺得 這次 選擇在這個時候 推 《逃犯條例》的修訂案 本身 是 事機不好 政府做了誤判 要為此 承擔責任 改組行政會議 問責官員的班子 都要換 不用換 其中的調位 我覺得 向 市民交代 或者自己負責 這個世界 要妥協 政治是妥協的 一步到不到位 你 都要衝 結果就錯了自己的銳器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家冷靜下來 香港還要過正常生活 而我們原有的生活 即使是基層 都不是 相對世界水平 都不是差 我看到有些說法 這樣衝撞 結果 既得利益者損失會更加大 既得利益者 就是 商人 企業 高層人士 有資產的人 資產蒸發 他當然 損害大一點 但是 要看到 既得利益者的損失 是數字遊戲 他仍是 有他的生活 水平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普通人來說 我自己看到 明年 加薪一定少 我們公司 這兩個月生意 不是沒有兩成三成 是沒有了五成 甚至六成 一般市民 不要加薪 每個月都會虧損 薪 薪不能加薪 可能是裁員 生意量 一定養不到那麼多人 寫字樓都要搬 現在正在找寫字樓 我都搬那些便宜的地方 因為你看著生意 所以 八月 不需要蕭條 但一定維持不到過去 那種水平 所以沒有人公家 找工 難了 有些人的生活水平 普通大眾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變成 拖得長 除非早有部署 早有安排 兵貴勝 不貴舊 孫子 打仗要打贏仗 不是拖得久 拖下去 就不利 所以我自己 覺得 在這種 沒有領導、沒有部署下 的衝擊 過了高峰期 就會慢慢慢慢 平靜下來 慢慢平靜下來 支持 比較單身的人 逐步 就可以從最壞的單身 走出來 變成 投資市場 略為好一點的機會 存在 當然 這個世界不止香港有事發生 中美之間 有很多事情發生 最近上星期有一個最大的轉變 就是 本身港共有3000億的關稅 部分又退到12月 究竟應該如何解讀 其實我最初說 特朗普未必再動過3000億的腦筋 會不做 最後我輸了 多謝先生 請我們吃飯 其實他最後 拿出來開刀 但開刀 本來是9月1日 實施 本來是下次會談之前 談不上 就說要開刀 但現在他自己退 自己退 其中一部分 好像項數上不多 數目上 清單上高 差不多9比1 九成都不退 金額 應該有些投行計算過 大約六成 其實大半都未實施 未到9月1日已經大半不限制 靠近9月1日 還有 跟中方談近 又可以不限制 最近特朗普的口氣 好像有些改變 最初他又說 這件事 香港跟北京 自己討論 美國就 不參與 北京都不用我們給意見 但 香港的反對派 是不肯跟北京談 你去中聯辦 說你背叛出賣他們 所以 都接觸北京 不是香港的反對派 一向的做法 他這種說法 其實 在國內是被人罵的 民主黨也好 共和黨也好 說特朗普 毫無原則 是否為了跟北京討價還價 不敢堅持美國一貫立場 其實特朗普一向 都改變了美國一貫立場 以美國優先美國利益優先出變 他都減少承擔 他現在很實際 但這次 他就說 不如叫 習近平來香港 聽聽 反對者的意見 不是不知道 我肯定習近平不會這樣做 我便會做 但是 這不是大陸人的作風 李鵬都出來見過上司 感覺不良好 習近平 未必會做 但是 他是首次將 中美的 談判 中美貿易戰 將香港拉進去 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就是國內有意見 美國國內的意見 不可以在政治問題上毫無表態 另一種 亦都是 談判的籌碼 我對香港有很大影響力 反對派的頭頭經常來 想見我 我找副總統在走廊 見一見 他們都很雀躍 有影響力 你肯和我配合 我和你配合 他可能 作為一個談判條件 我自己覺得 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機會 會有 中國在 經濟上 放棄一些利益 美國 在政治上 協助他 隻眼看、隻眼閉 不是隻眼看、隻眼閉 給一些意見 就是 反對派 適當時要收手 其實本來 反送中已經大功告成 可以 慶祝勝利 不過 你又提出一些新的 衍生出來的要求 所以 我自己 今天寫一篇文章 說 和解盡最後的努力 這個時候 如果大家雙方仰一步 起碼 騙一騙 不是叫你 放棄戰鬥 但是 戰鬥 都有休戰期 我自己覺得 現在是 休戰的時機 應該 開始出現 明白 對小股民有甚麼特別的建議 其實 現在 小股民 在這些 場下下玩 對小股民有甚麼特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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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小股民有很多建議 派堂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整體香港因為中美的摩擦 因為中港之間的矛盾 能夠發揮 整個社會的駐力不是經濟上 年輕那代 將駐力放在政治鬥爭方面 經濟一定慢 經濟慢後 投資市場會受影響 但我自己覺得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美國金融戰放在最後一部分才反 因為金融利益對美國 是至為重要的 他不會在自己最重要的地方搞事 美國本身也有債務各方面的危機 不想那邊爆鑊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個是 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是立即 會放棄 不是香港人當然不放棄 但美國也要香港 在兩個時宗之中 有個角色 本身在這裏的利益也很大 另一個 例如投資市場 中方 其實很大的關鍵 是否放水 當然現在年輕那代 不歡迎中資 但香港自由港 中資公司來香港 有個實體來香港 放錢來模式模式 所以他如果要撐住香港的市 包括撐住樓市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所以我自己想 但還有三萬億的外部儲備 看中方的政策下 我相信 解放軍就不出了 讓香港自己搞定 拖到反對派 根疲力盡 能夠搞事越搞越少 他要穩住大局之後 維持投資市場的穩定性 這方面 是會做的 跟著這個大形勢 大家各自自己去 作一些小判斷 整體來說 我認為反彈一下 也是正常的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 一個星期才一次 有時 兩個星期才一次 每天都變化很大 這個要各自修行 整體來說 波動 大家要有預算 最壞的時間 可能已經過去了 陸續會平復一點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 非常多謝師老闆的意見 各位觀眾想收看我們的節目 或多點了解私基金的話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